上海港将今年一季度来 一直保持比较良好的增长势头 全港一季度是1226万TU 增长了8.14% 但是从3月底疫情开始以来 还是受到了吞吐量方面 还是受到一定的影响 但是我们全港的员工 还是克服困难 到港的集体封闭的管理 那么现在全港是有25,000米 职工在一线的作业 保障我们港口 还是继续保持良好的用转 那么从4月份以来的话 我们大概每天的吞吐量 大概是在10万TU左右 比以往的话是略有下降的 原来的时候 只热静的话是13.5万TU这个水平 那么下降了20%多一点 尽管这个数据看起来是下降了 但是整个保障水平 是一点都没有下降 因为现在我们整个港口的话 是能够保障所有的货物 从上海港都可以胜利地 这个来彰显和用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